面对金门渔船翻覆事件导致的两岸紧张气氛升温 岛内各界人士纷纷发声 要求岛内海巡部门检讨执法标准 呼吁民进党当局加强两岸沟通 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肖旭曾表示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及即将接任的赖清德 应回到两岸沟通的共同基础 避免任何擦枪走火的意外发生 台湾民众党集民代张旗凯子表示 台海巡部门因检讨执法标准作业程序 加强人道主义